是用韓文 我看韓文清除 多清一個 如果你是用什麼 用那個 我們在切到那個所謂的 不過你會發現這都看不懂了 應該是這一個 然後如果你切到什麼 切到英文的 其中一個United States 比如這個United Kingdom 英文的 如果你是用英文的環境 再按照紅鍵 然後再切回來 用英文的 那你會清除 它變得清 有沒有 就不對了 那怎麼辦呢 解決 那你怎麼去思考 在哪邊改 反正事件在哪邊發生 就在哪邊改 就它嘛 那這個是Button 好像是 Be Clear 對不對 就是那個按鈕 那當它按下的時候 我們去執行 有沒有 那幾個動作 第一個 先取得 這上面的文字 然後呢 判斷說 如果它的長度 好像是 當它是 大於5的時候 才去執行 清除動作 反之就不清楚 程式應該還記得吧 如果不記得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沒關係 從這個地方可以左手去改 那怎麼改 一樣嘛 你就程式在哪邊呢 一樣 在Source 底下的這一個 Main Activity 所以以後的所有程式 通通放在 這個資料夾底下的這個套件 這個叫套件 套件底下你當然可以放很多個Java 所以以後所有的程式都是Java檔 那你可以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反正基本上它基本就是一個Activity 一個基本的 翻譯叫活動很怪怪 就是反正它就是一個Activity的主體 好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來看一下程式 找到往下找 往下找 那其實你會發現 一個就表示一個方法 那哪一個才是呢 你就捲軸捲捲捲捲到最下面這個 有沒有 這邊不就是最下面這個 那就看到了Be Clear 那再來你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放到最大的話這邊按下去 有沒有就可以放大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當這個事件被觸發的時候 會去執行這個 這個程序叫On Click 對不對 那On Click 做什麼 這個地方 他去取得這個S 然後這個大於5 那你就想說 5不對啊 它不見得是5哦 Found Number 也許可能是 還有空白 5個再加6個再加一個冒號 總於13個 那你想說 是不是英文 那你怎麼判斷語系呢 對不對 所以不行 不能用判斷語系的 用什麼方式呢 取得那個字串就可以了 取得什麼呢 取得String裡面的字串 然後判斷它的長度就可以了 那我怎麼取得 取得什麼字串 取得Value裡面的這個字串 特別這一招很重要哦 我要取得String裡面的這個key 後面的東西 如果今天它是中文 那就5個 如果它是英文的話有沒有 它就會是這麼長 可能是13個好了 OK 那我怎麼取得這一招很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人寫了半天 還是搞不清楚怎麼取得 那取得的方法非常簡單 交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一樣是宣告一個什麼 String的一個類別 給它 然後叫S2好了 這個S2就是我們要取得的 然後它等於什麼 你就打一個 這邊有個方法叫GetString 這個是固定的用法 GetString就是什麼 取得以後呢 那個Value裡面的String 就可以用GetString去把它Get 刮斧之後的話 打一個什麼 大R 大R 點 有沒有String 這個時候呢 這個String就表示什麼 Value裡面的String 然後這個String 如果是英文 它就是英文的 中文就中文 所以Enter一下 選它有沒有Enter 點 點下去 你會看到這邊有沒有 這幾個嘛 就我們剛剛的AppName 那其中有個是Phone Enter一下 好 分號一下 這樣就Get回來了 所以以後 就這麼簡單 以後呢 如果你要去把 你的那個 自傳支援檔裡面的 某一個自傳抓出來 就用GetString 就可以抓回來了 也就是說以後 你可以把有一些 像預設的資料 可能你有很多筆資料 或者像其實大量的 我也之前也試過 比如說有什麼 可以在這邊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那個 那個就是英文的那個 那什麼 就是認證那種 中文英檢那種 然後那個 你也可以用什麼 把那個東西寫到String裡面 然後再把它讀出來 兩邊也可以比對的 然後呢 用GetString就可以Get 然後丟過來之後 接下來它會放在 也許它是中文就是中文 也許英文就英文 可是接下來 然後我怎麼知道它的長度 很簡單 直接把這個5的地方改什麼 改 其實就是各位參考什麼 參考這邊不是有一個Slex 對不對 那實際上 如果你不會寫 你把它複製一下 對 就把它貼上 然後把這個S改成什麼 S2就好了 就是這個Slex 值得就是說 它的種長度 如果說它這邊是英文 中文的話就5個 那就跟原來一樣嘛 如果是英文的 可能就13個 那這邊就13個 就寫好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自己等一下可以 這沒幾行了 兩個地方改一下 第一個 加一個這個 那當然你可以 主要是這個GestString 這一招非常好用 以後應該用到的機會非常大 如果你把相關的 相關的資料 放在自傳自願檔裡面 可以用GestString把它Gest回來 那後面不用背 記得用點的 像我剛剛打的都沒有 沒有用那個 如果有錯的話 表示你應該是沒有存檔 或者你前面的自傳自願檔 沒有這個東西 不然正常應該是OK的 第二個就是 這個地方多一個lex 就把前面這個複製 把那個5改成s2.lex就好了 好 改完了 好我們來試試看 那麼work 最後把它全部儲存 然後切回到最小畫 還原一下 寫完了 然後直接讓它run一下 這個時候 在右下角一樣 會看到它幫我們compile 然後並且幫我打包成什麼 打包成一個APK檔 並且傳送到我們的模擬器 特別注意 剛剛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說 我要怎麼安裝到手機裡面 而不是安裝到模擬器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你們看一下 在這個專案裡面 底下有沒有 會有一個什麼 BIN BIN 有沒有 這裡面 就會有一個APK檔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把這個APK檔 放到你手機裡面 安裝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看你要怎麼call 有同學說用email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就把email附件 然後你手機收 安裝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用手機安裝的話 記得在控制台裡面有個什麼 未知來源 未知來源的那個有沒有 就是APK安裝 在應用程式裡面 或安全性裡面找一下 有個未知來源的應用程式 你要打勾 否則的話呢 他也會沒辦法安裝 那這個時候你就一裝就OK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做好之後來看一下 剛剛會有錯誤的 有沒有錯 這個時候呢 clear 先打幾個字 然後clear 到這裡囉 再按一下 有沒有 還在 再按一下 還在 有沒有 沒有錯了 對不對 再按號鍵不要放 setting 我們把它改一下 改成 剛剛會有問題 像韓文好了 韓文的話 在倒數第四個的樣子 我現在往前推 這個韓文之後的話 紅線按住不要放 然後再切到這個 一樣他要恢復了 好 剛剛有問題對不對 再按 再按一下 冒號會不會消失呢 按一下 還在 好 穩的 沒有問題了 所以其實 改兩個地方而已 程式就穩了 所以不用改太多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以後這個多國語系 以後就穩如泰山了 那再來 剛才有同學提到說 這個安裝 你會發現 在這裡下有沒有看到一個 叫做 APK的 就這個東西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 我的習慣 因為 出上很多種說法 不過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就是從根木屋裡下去找算 就在這裡 BIN 有沒有 有一個APK 那這個APK 你就把它丟到你的手機裡面 安裝 記得位置來源選項 要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那其實 其實說真的 這個APK 它是怎麼產生的 其實非常簡單 我教各位 如果你要破解它的話 非常簡單 把APK改ZIP Enter一下 它就變成壓縮檔了 打開來有沒有 它裡面的東西 都看得到了 它實際上就是怎樣 它實際上就是怎樣 幫你把 壓縮成自己IP 然後重新命名成APK 裡面的東西都看得到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程式都放在DEX裡面 這個DEX 你就去 其實網路這裡好像也不是什麼秘密 它副檔名是點DEX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DEX 轉成 CLSS Class Class是Java的東西 你在把Class轉成什麼 Java 它的原始碼 就完全看到了 所以 如果你要破解的話 那你如果對破解 我之前好像上 去不知道哪個學校上課 好像學生對破解比較好心 就一直問我老師怎麼破解 怎麼破解 你要先學會嘛 你要學不會 你要學破解 那 那當然你可以參考別的東西 那我簡單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 APK Rename 成 ZIP 第二步 你們到網路上找 DEX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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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就反出來 但是要分兩次啦 比較麻煩一點 那出來的就是Java檔 Java檔的話就是我們看到的原始碼 是不會有問題啦 因為我有試過啦 沒有問題 只是說 有一些可能比較大的公司所做的 會有保護啦 那當然小公司做的大部分都沒有保護 你也可以參考 畫面的話 在Resource裡面 我印象中好像在Layout裡面 有沒有看到 XML 它沒有保護 畫面裡面的圖 圖喔 圖的話在Drobo裡面 Drobo裡面 然後幾乎都在 如果說你們可以試試看 反正有空的話 如果對破解別人的APK有興趣的話 你就自己在網路看 大部分寫的都分成 比如說有HTML5的 反出來又不太一樣 如果你看到 就有些它做起來比較像網頁 那也許它就用HTML5的那種方法開發 那可能反出來東西又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用Java開發的 看起來跟我們這個比較像 那你反出來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畫面如果那個裡面的圖 如果圖檔 就會要做成不同大小的圖 其實基本上當然理論上是這樣 可是新的軟體它可以幫你自動幫你去轉換 當然最好如果說你要做得很精細的話 一定要找美工幫你去切 它有一個規範 就是比如說大的手機 你就是解析度多少到多少 不一樣的解析度 平板或手機要給不一樣的圖 這當然是必然的 好 OK 好 好 好